蓝星没出道多年 主持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节目 受到不少粉丝喜爱 但没想到六日深夜 她却突然发文 向工作伙伴们致歉 她最近感觉到喉咙痒痒 持续两天后病情却加重 只要吞口水就会感到喉咙霹雳痛 而且全身骨头也爆酸 因此她也做了快筛 结果发现有明显两条线 她也马上拍下照片 和大家谈言自己确诊 并苦笑指护自己不再是天选之人 并再次向工作伙伴们致歉 之前可能有将病毒传染给大家 而听闻在网上曝光后 不少艺人朋友们都纷纷在底下留言 要心没姐好好休息 也希望她早日康复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办公屏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没办公屏 幸好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